小熊一間歡迎青年開的咖啡店 老闆牛丁慧喬 因為家的人愛吃牛扎糖、南枣、核桃糕 因此跟媽媽學到這種湯 對算實在 手、炒、梅、湯、加氣、軟硬度 貴近是很強求 專程手工來製作 產品一推出也真受到 人可以喜歡 準備實在炒梅、鴨、湯、九七年有軟的 每個動作都不能剩菜 這位是為了小熊一間 回鄉青年的咖啡店 老闆牛丁慧喬 自己跟媽媽學做 南枣核桃藤愛手機 因為我們本身在不動產的行業 剛好應援機會之下 來這邊拜訪屋主 因為它本身開的是咖啡店 剛好我們又看到這個 好吃的牛扎糖 然後它很熱心的 很熱情的請我們吃這個 吃了之後好吃 然後又剛好封年 所以我們就想說 購買來送給我們的客戶跟朋友 這樣子 那因為吃糖在我們台灣的習俗上面來講 在過年是非常棒的 加弟弟嘛對不對 然後用牛扎糖可以黏住生意 黏住好的客戶 而這座這款點心 其實是因為家裡的人愛吃 你自己手工也對實在有一定的把關 老闆牛也製作各種口味 包括牛扎糖 蔓越美杏仁牛扎糖 丁丁種類 也先為咖啡店的食物 輕骨客注文 我是從台南過來的 那因為吃了這個 核桃糕這個部分 我就覺得非常好吃 然後牛扎糖的部分 因為剛好過年的部分是牛年 那我覺得這個拿來送客戶非常的好 所以我一次就跟老闆各訂三十包 這樣子 因為每年過年呢 媽媽都很喜歡吃這個健康 無加糖的這個糖果 所以呢今年就特地 媽媽把這個好手藝傳承下來 對然後就可以帶給家人跟朋友 跟小孩子健康的手工糖果 我們有做南枣核桃糕 還有蔓越美杏仁牛扎糖 然後還有莓果夏威夷Q糖 然後太妃糖等等 老闆牛丁蕙喬馬台風分享 好吃的米瓜在酸實在用心 並且加上孫手工來製作 最重要的是沒有任何加糖跟香料 因此人家拿一口吃一口也都吃不吃 對我們用比較天然的食材 然後選我們自己喜歡吃的比較健康的食材 來做這些糖果 因為我們不加糖所以吃的熱量會減少 而且身體比較沒有負擔 在地親人用心創藥 開創分林圖案的發展性 大家如果過年送禮還沒想到要送什麼 可以考慮看看在在地的好作味 去家庭幾次差不多